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到底一個政治人物要如何做危機處理的時候 越處理危機越大 到底一個政治人物 為什麼要救火的時候 越救火越大 徐曉星的事件 我坦白講 本來從一個微步足道 只是他大姑設詐騙案的一個小新聞事件 竟然連續延燒超過一個禮拜 連續延燒超過一個禮拜之後 沈富雄直接就說了 密歡在森林裡頭不會成為大王 所以徐曉星就不可能選總統 過去沈富雄 沈大佬 對徐曉星的評價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是認為徐曉星是藍營年輕一輩的第一人 未來是可以選總統大位的人喔 可是沈富雄直接說 密歡不會成為大王啊 而且他對整件事情 對徐曉星的評價是 巧星在選民心目中就是打了一個折扣 這是很不幸的 可是更不幸的事情是沈大佬說 他現在有點同情當年的廢洪泰啊 他說徐曉星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很難搞 可是問題是面對這些紛紛唠唠 徐曉星在週末的時候上節目特別說 他是天蟹座A型不好惹對不對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我特別詢問一下我們來賓 王毅算是雙子做B型 雙魚做B型 浪漫 愛家 對不對 雙魚做B型喔 邱明玉 明玉姐是雙子做A型 反應快 愛打麻將 該自摸的時候 就自摸 對不對 絕不過誰 再來是這個 吳征是巨蟹做A型 是愛家好男人對不對 那還有這個我們蘇培姐也是巨蟹座A型對不對 但是愛家的部分王毅算不承認 還有王毅算不承認 我是說他長得很顧家 長得很顧家 什麼叫長得很顧家 我們要實際上啊 古林老師跟這個林道 我都不承認他們是帥哥的天秤座 太怪了 真太怪了 天秤座是喜歡帥哥美女 不是自己帥哥美女 他是完美主義者 對不對 所以狀況是這樣子 有必要扯到星座嗎 我雙子座B型反應快 對不對 這東西跟星座血型反應快 雙子座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人話 講你啦 講你啦 這件事有必要扯到星座嗎 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看證據 到底許巧克力面對這些爭議 有沒有解釋清楚嗎 可不得了了 在週末這個LINE的對話紀錄 哇塞 一大堆網路上 引起軒染大波 為什麼呢 因為許巧克力在週末的時候 公佈了他的婆婆 跟這個所謂的富邦銀行的貸款 貸款人員的對話 你們對話內容大概是什麼 你認識許巧克力嗎 不認識 請問許巧克力有幫我喬貸款嗎 沒有 請問我的合撥的利息跟金額 是不是依照我本人才是 很多人戲稱嘛 這像是胖虎 就是季安跟大雄的對話嘛對不對 可是重點來了 每一次巧克力只要貼出他的LINE 對話都會出事 沒有想到 剛公佈了許巧克力 婆婆跟富邦銀行員的對話呢 富邦馬上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三立對不對 我們整棟大樓的每一個員工 都收到富邦銀行進來了這封信 因為三立銀行的新轉戶 就是富邦銀行 內容是什麼呢 重要訊息 本行行員禁止事項 我坦白講 看到這個就覺得不對勁了嘛 怎麼沒事 禁了一個本行行員禁止事項呢 這個禁止事項第十條 簡直在講巧心婆婆的那個行員啊 我要禁止喔 禁止喔 禁止本行行員 以個人或台北富邦銀行的名義 要幹嘛呢 提供任何未經本行核准的文件或證明 換句話說 富邦還講得非常清楚嘛 本行行員提供的所有證明或文件 如果沒有經本行同意 那都是假的嘛 那這個對話紀錄能夠作為證明嗎 不行嘛 所以為什麼每次危機處理 越處理都越危機呢 甚至大家還記得上週 我們在這邊特別聊什麼 聊說許巧心啊 過去的人設是早餐店女孩對不對 早餐店女孩背名牌 背名牌我在講一次不是壞事 問題是你的人設是早餐店女孩 可是你現在呈現的人設是貴婦 就有很大的衝突嘛 結果呢 巧心在週末上廣播 上廣播訪問的時候又說呢 沒有啦 我雖然是早餐店女孩喔 可是我們家早餐店一天收入是兩萬元呢 我們家境不差 撐不上有錢人 但是我媽媽也喜歡買精品 而且常常跟我媽媽交換背包包 這時候我就有興趣啊 早餐店一天做兩萬塊是什麼概念呢 早期的早餐店一天營餓的是兩萬塊對不對 以客單價五十塊來說 還記得嗎 那時候加蛋是兩塊三塊的好不好 冰奶是十塊的好不好 土司加蛋是十一塊的對不對 那時候五十塊可以吃很飽喔 五十塊來說 一天要賣四百份餐點 如果算起來一天的營業時間 每三十六秒到四十五秒 要做好一份餐點並賣出 有可能嗎 所以這個危機會不會被徐曉溪越處理越大呢 這麼多精采內容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他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間 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要鄭重介紹 雙魚座B型民進黨政策會執事長 王玉川 阿川你好 大家好 你現在要貫測愛家好男人的人設嗎 你剛剛不是說浪漫嗎 好 那我等一下茗玉姐要胡牌小天 要胡 再來雙子座A型資深媒姐 邱茗玉 鄭鶴好 我們雙子家族嘛 雙子家族 你為什麼不承認你是麻將小天后 我又小了啦 現在你是大天后 麻將大天后對不對 再來是巨軒A型愛家民進黨發言的 吳政 吳政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特別強調 喜歡美的事物的天秤座A型作家 苦林 苦林大哥你好 大家好 這節目還要錄下去嗎 吐了吐了 大家都吐了 討厭到我 不准再裝可愛 我怕我收視率崩掉 我怕我收視率崩掉 怎麼可以這樣 天秤座B型 國民黨桃園事務員林陶 陶哥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是很溫和很持平 很溫和很持平 不得了這個巨蟹做A型 愛家 這個民進黨台北事務員 潔蘇美 蘇美潔你好 大家好 怎樣 我就是要 就是要 我就是要 不得一點裝可愛 不得一點裝可愛 可以 保證你這輩子沒看過這個畫面 好不好 把它存下來 可以變傳世的經典畫面 問題是 我們講到剛剛的話題 什麼徐曉星 為什麼把一個危機 越處理越危機 為什麼就一個火 越就火越大呢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能不能接受一下訪問 徐曉星婆婆低調 不願受訪 一位洗錢詐騙案 徐曉星聲稱 幫婆婆繳銀行利息 讓屏東國家被推上火線 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我婆婆是向什麼銀行貸款的 談貸款喬利率 我告訴她為什麼絕對不可能 徐曉星強力反擊 澄清婆婆屏東房產 找北富銀抵押貸款 自己全部知情 而最新進度 徐曉星婆婆房貸 一無貸三次 也引發討論 實際查詢 徐曉星婆婆屏東房產 三筆借貸資料 全力的人都是台北富邦銀行 從110年9月3號先貸720萬 9月15號再貸480萬 只差了12天 接著11月又貸了250萬 密集借貸總計1450萬元 時間點全落在徐曉星議員任內 市價好像只有大約1000萬 是不是徐曉星委員在過去擔任議員的時候 有曾經幫忙協調過 第二胎跟第三胎的貸款 這麼接近的狀況底下 如果沒有特別的關係 銀行會給貸嗎 面對綠營質疑 徐曉星出示婆婆與富邦行員 對話記錄4期 喊話不明訊息 到此為止 截圖中 徐曉星婆婆先生和行員通話5分鐘 接著詢問我是不是一個人 去屏東分行借房貸 對方回答 對 徐曉星婆婆再問 你認識徐曉星嗎 她有以電話或本人施壓 請銀行貸款給我 或抄貸 或給特別低的利率嗎 行員則回應 不認識徐曉星 是以本人貸款人 財力為主 實力無銀三百兩 只是要如何義務貸三次 有房仲解釋 可能還用上房貸受險 或個人信用貸款 來增加額度 大姑涉戰案 讓徐曉星 婆家房產成為關注焦點 阿傳 你也看過 在政治也很久 你也看過非常非常多危機處理 可是危機處理 可以處理成越處理越無機 越處理越危機 這件事真的很罕見 曉星在週末嗆聲 你們都給我小心點 我是天蠍座A型的 不好了 就沒想到這句話 整個讓話題開花了 因為沾星的老師出來 星座老師出來了 星座老師出來說什麼呢 說當天蠍座A型 講這種話的時候 是因為他自己處於下風 若是用賀赤他人為自己壯膽 被月食指這樣嗆聲的人 其實反而都不用害怕 所以阿傳 真的處理越處理越危機 曉星他叫小生老師 把他記起來 記起來 他一定也是你的筆記本裡頭 我最近比較少罵你 你可以把我排後面一點 最近王毅傳講學長線的時候收視率都不要高 我們來看這個那一對話 你幹嘛不敢承認 我要開始弄了 我們是就事論事 就事論事 他先通話五分十七秒 這個我們前幾天就講過了 這裡頭還有幾個美感 是這樣子的 我們通常如果他跟這個行員認識兩三年 因為這貸款兩年多 兩三年 照道理來說 他應該是傳案的時候說 譬如說這個行員叫簡蘇培 然後就說 蘇培你好 簡小姐你記得我嗎 我是劉媽媽 對 那簡蘇培會說劉媽媽 對對我知道啊 你們在屏東那個房子 是我幫你辦貸款的 對 一定會這樣寒暄 那接下來就問 那請問我們辦貸款過程中 有沒有許小新介入 也不會啦 他一定會先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我我媳婦 我媳婦最近就為了這個房子的事情 煩惱 煩惱 所以是不是你幫我回想一下 那時候是我去辦的 還是我有跟誰去 這樣比較合理 那我們那個貸款的那個額度 金額 是是什麼誰核定了 對 因為有些是在分行核定 有些進到總行 絕對不會是這個承辦人核定 可是這裡的所有對話 他說 你說你是富邦銀行貸款給蔣薪 就是許小新的婆婆 對 你是富邦銀行貸款給許小新婆婆的專員嗎 沒有人會這樣問啊 對 這這樣問就是完全不認識嘛 對 完全不認識才會這樣 對 那完全不認識你怎麼有他的耐 完全不認識你不會有他的耐啊 有道理喔 沒錯嘛 這第二個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富邦銀行的影打錯了 打錯的原因絕對不會是注音輸入法 應該是用手寫的 你管人家要什麼輸入法 沒有這很關鍵 因為有人說這是許小新打的 哦 這不是許小新打的 哦 這個看起來就不是 因為許小新不會打出這個字 是 照到底來說 那既然說我是不是一個人去跟你借的啊 然後他說是 你認識許小新立委嗎 他有以這個有又打錯 對 有就少一點嘛 對 通常會打出這種字的齁 大概跟我媽媽一樣 我媽媽也常常這樣打 可是我們都看得懂 他有以電話我本人 把把把把 問這把 貴銀行有抄帶給我嗎 有抄帶給我嗎 如果這個行員說有呢 你問這不是廢話嗎 有的話可能在上面 然後又打了五分十七秒 不是 你是行員對不對 你是行員 那一個客戶問那個行員 留下記錄說 你們銀行有沒有抄帶給我 那個銀行那個行員說有 我沒有抄帶給你 全部抓去關了嘛 你問這問題有什麼意義嗎 然後就不但是完全沒有 沒有這樣 而且這個時間都很近喔 你看這個時間都很近 所以這一個看起來就是一個討論過的 可能就在這一通電話 討論過以後 繼續往這裡打 可是就露線了 就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這個一出來之後 這個溫朗東就開始演了 因為溫朗東跟許小新就槓上了 對 這個一樣說 你是國際帥哥選拔大賽負責人嗎 他說是 我是不是一個人去參加國際大帥哥 多得亞軍 這個人說 對 從這邊開始就知道後面都假的 尤其是這一句 你認識前任帥哥大賽冠軍 李正浩 沒毛病啊 不然這個前面已經是假的 所以後面也都是假的嘛 然後後來當然就有人去模仿 這個許小新跟傅崑崎 請問你是傅哥本人嗎 說是啊 我是不是有說你是病毒 沒有啊 沒有說啊 然後就來說 那我有沒有跟你講 我大姨媽來呢 許小新說 那這個傅崑崎說 沒有啊 那我有沒有吃苦 完全沒有 我看起來像白癡嗎 打好 傅崑崎 你還要你 傅崑崎除了詞以外 還給我打油一點點 當然這個 這個都假的啦 這個也假的啦 所以大家說 這個假的假的 那這個看起來 應該也是假的嘛 阿翔哥你說 危機處理最大問題 就是你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 你本人不能被變成網路 惡創的題材 我問你嘛 你如果變成惡創的題材 表示大家連討論都不想討論你 你出來之後就是被哭手的份啊 第二個 你這行員的名字 你應該露出來吧 對 叫什麼小騎小培小什麼都可以嗎 或者是他寫什麼小培 括號富邦 吳圈培 或者Micky括號 Micky 富邦屏東 你不是愛家的雙魚座嗎 Micky是誰 安安情情甜甜通通 這一些 這個至少要露出來 才有公信力 才有可信度 所以這一個對他來說 他弄了這個 反而變成是他的災難 是 那沒有錯 那我要問的是說 阿翔哥說更慘的事情是什麼 小新每一次只要秀LINE對話紀錄 就出事 之前LV秀美人姐 美人姐的對話紀錄 搞得大家懷疑美人姐穿假的LV 美人姐這麼貴氣的人 怎麼可能穿假的LV 然後之前講這個杜秉承 有威脅他 搞到大家問 巧新你為什麼被開槍威脅不報案 你說最慘是這個富邦銀行 昨天竟然發給所有的富邦銀行的客戶 我在講是我們三立銀行 由上到下新轉戶都是富邦銀行 都收到這個信息 裡面竟然打臉許巧新 我也有收到不過因為我們收到這種銀行的這種訊息很多 只要沒有點名我們說我們欠他錢 我們大概就看過去而已 那為什麼特別講這個是他說 我們本來行員不可以用個人或者是公司的名義 去架網站製作或提供給你未經本行核准的文件貨證明 證明 證明是什麼證明就是說 證明你給我賬錢 證明你賬我多少錢 我賬你多少錢 怎樣啦 這都不可以 所有證明都不可以提供 所以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可能給你須底下可以去傳奶 對 你傳奶可以 傳奶的新年快樂 啊 主流媽媽新年快樂 對 但是你不可以去討論到跟公司業務有關 這富邦銀行要說的是這件事 本行行員禁止事項 這不是只有富邦 所有銀行都禁止這些事情 對 好 所以其實他這個這個銀行的這一封 就在打臉剛剛那一張 對 那一張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那個對話 真的是台北富邦的屏東分行或屏南分行的行員 那個人是會被處罰 對 第二個 根本沒有這個人 我們台北富邦的訓練 不可能讓我們的行員跟客戶有這樣的對話 如果有誰假冒我們的行員用這樣的對話 你都不要理他 因為這個禁止事項不是才剛寫出來 對 在台北富邦銀行的網站上面 早就明明白白列了 二十項禁止事項 這十項是其中之一 沒有錯 那所以徐曉星每次只要丟奶 而且他丟奶的截圖都蠻奇怪的 沒頭沒尾啦 沒頭沒尾啦 你看這個說什麼開槍 你叫我去開槍都可以 我們上次就問嘛 那這句話的前面那一句是什麼 什麼情境才會說 你叫我去開槍都可以 前面一定有一句說 他講了什麼 對 啊我就講起來 他說 哎呀我有挺你啦 你幹嘛這樣誤會我 我最挺你的 我是你的好兄弟 我跟你說啦 你要叫我去處理上 我就去處理上 你要叫我怎麼樣就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 眉頭眉尾 甚至眉頭眉尾 所以這種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們真的也都搞不清楚 這個我恍復推敲 美人姐的文字啦 他說我當初送你的衣服不是LV 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這件衣服 你現在穿了什麼LV 這一件不是我送的 這第一種可能 對 第二種可能是說 我送給你那一件 不是LV 他有LV2 那不一樣 那是比較小的牌子 叫LV2 你不要對外面講LV 因為我買的不是真正的LV 我是買LV2 LVV 我是搞不懂他這個句話 第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穿了人家去比對 就真的是那一件比較貴了 穿LV比較貴的也沒什麼 哪一個小女生不想要穿 那我想問一下蘇培姐 因為狀況是這樣子 我們平常在講 就是說危機處理要處理到Hosei 你不能越處理危機越大 所以這個簡訊 因為說週末 禮拜天這個簡訊 全天下網路上笑炸了 沒頭沒尾 你怎麼先把通話記錄先卡掉 對不對 結果忘了卡 當裡面一問一答不認識 完全沒有 沒有以本人財力為主 超級像紀安跟大雄在對話 大雄在旁邊瑟瑟發抖 可是蘇培姐你說 為什麼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富邦銀行 它當然台北市大股份 可是人家是上市上位公司 它是大銀行 如果它涉及了什麼超貸事件 對金管會來說 它是要下重手的 要處罰 要不只是罰 可能是停牌的 所以它對於行員的對外答覆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三立電視台 所有員工昨天都收到這個 本行行員禁止失效 它告訴大家說 如果我們的行員 是完全禁止以個人或台北富邦的名義 提供任何未經本行核准的文件或證明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在富邦一樣 是不是引起渲染大波 當然是啊 因為這個如果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操作 以後就變成一個手遊 你知道嗎 什麼 手遊啊 就你們那個對話紀錄 你不是有一個帥哥的嗎 還有一個跟副哥的對話嗎 未來都可以用這樣子的對話 各種生成器 是不是 世界選美小姐 減蘇培前任冠軍 謝謝大家 我沒有推薦 全球麻將大賽 我沒有推薦明玉 全球麻將大賽馬號 我沒有推薦明玉 全球麻將大賽馬號 絕對是國神價實冒犯 對 因為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如果可以的話 富邦銀行的行員 可以對外這樣子跟客戶對話 他以後就會變成一個證據 對啊 然後拿去可能就會威脅第三個人 第四個人 第五個人 我覺得這都不是不對的 所以富邦銀行 為什麼會有這個禁止事項 要求自己的行員 是要告訴你說 你自己擔任行員 你要有你自己的道德 是 而且這不只是道德 還有法律的要求 如果你違反的 我會開除你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徐曉星一定不知道這事情 所以禮拜六的時候才會有那一通的對話 而且那一通的對話 其實第一時間大家就覺得說 其實行員怎麼不見了 因為他就知道行員會被處分 所以就沒有給行員 可是要去查貸款給徐曉星婆婆的這個銀行專員 很困難嗎 沒有他核貸專員上面就有名字 是嗎 所以你為了你好像要假裝一個公正要保護這個行員 但你就說你是帶給蔣辛辭德行專員嗎 結果事情就出來了 對 就挖一個洞 就給這個專員跳 再來第二點 剛剛這個 遺川大哥已經有講了 他前面通話5分17秒 在一分鐘之後 馬上就傳訊息 就開始的一連串的對話 只是要證實一件事情 徐曉星在這一次的貸款上面 沒有角色 其實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我就問你 一個專員可以決定一個物件貸三次 可能嗎 不行 一個案件 如果大家有去買過房子 電視機的前面的觀眾 如果你有帶過房子 你一定是房子金榜貸 對 對不對 我拿我的房子 仲介推薦我一個物件之後 我一定把這個地址給銀行的專員 我一定跟他講貸八成嘛 對不對 那最後合七成 七成五 另外一件事 我告訴你 大家會說 你先去幫我估 第一個 這個房子的價錢有多少 對 有了價錢之後 才會告訴我貸款 對 所以比如說 這個價錢就是一千萬 市價就是一千萬 然後銀行專員就會跟我說 我去房價之後 我去估價之後 只能貸八成 所以一千萬的價值 只能貸八百萬 是 然後依你的這個利息 要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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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貸 可以貸三十年 然後比如說 這個利息的這個寬限期 加上還本金的期限 可以怎麼貸 他會這樣子回復你 對不對 可是這個案子有沒有奇怪 很奇怪嘛 2021年9月3號 第一次貸 貸了七百三十萬 是 兩個禮拜 9月15號又貸了四百八十萬 對 一個兩個月後 11月26號又貸了兩百五十萬嘛 這是非常的異常的狀況 因為第一次我講的說金崩帶 是 已經帶到最最高額 如果就是八成或者是七成 那就是七百二十萬 那第二胎跟第三胎 為什麼還可以帶 這是第一個 房子要到二胎就很難了 對 第二胎 第三胎就第二胎就很難了 各黃論三胎 他的日期非常的短嘛 兩個禮拜就第二胎 一個兩個月後就第三胎 這如果沒有人施壓 富邦銀行為什麼剛冒這個風險 再一次跟大家報告 如果一千四百五十萬的話 帶到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個房子 他的市價要是多少錢 要是一千八百萬 是 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 以今年 旁邊附近的這個市價 登陸的這個實價登陸 這個房子旁邊的鄰居 才賣一千萬而已 才賣一千多萬 一千出頭萬而已 那我要問你啊 為什麼在三年前 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你居然可以用所謂的市價 高達一八一二 去貸八成才能夠貸到 一四五零的這樣的金額嘛 是 所以 如果不是 這個 當時的市價就這麼高 只有第二種可能 就是超貸 是 就是可能貸超額的嘛 那貸超額 我要問 富邦銀行為什麼 甘冒這個風險 雖然他婆婆貴為 依新娘 生死娘 雖然家裡財產可能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你要知道哦 他現在給你抵押的 就是這棟房子 如果問他的錢還不出來 你就只能拍賣他的房子而已 你就只能拍賣發動車的房子 今年拍賣也才一千一百萬而已 你還有三百多萬拿不回來 富邦銀行為什麼在二零二一年 甘冒這樣子的風險 如果沒有人是要 我告訴你 我覺得許巧欣現在要開班授課 告訴大家如何貸款 而且可以連三貸 一 兩個禮拜 第一胎跟第二胎差兩個禮拜 然後第三胎跟第二胎 可以差不到兩個月 我告訴你 這真的對大家來講 非常的需要嘛 所以許巧欣要講清楚說明白 而不是公佈這樣子的對話紀錄嘛 而且你公佈這個對話紀錄 只是越描越黑 此地無銀三百兩嘛 因為一個銀行專員 不可能核帶到三胎嘛 這不是一般專員的權限嘛 所以許巧欣不要再歪樓 也不要去恐嚇大家什麼星座 每一個星座都很兇狠 對不對 我繼續做欸 你是愛家的 我先到我的家了 我用我的鉛子把你掐死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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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許巧欣不要再歪樓 其實這個案子 如剛剛大家所講的 在上個禮拜爆發出來之後 許巧欣最好的做法就是靜待調查 對 對不對 他就都不要講 他就說他的家人 觸犯這件事情不應該 所以我們靜待調查就好了 但他卻用業力引爆的方式 為什麼他會怕業力引爆 因為他過去監督別人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嘛 所以他怕業力引爆嘛 那他也知道自己有一百萬的金流 會講不清楚嘛 所以他現在先把自己都包出去啦 覺得說先爆我就先贏 你們以後就不能來糾正我 可是是嗎 上個禮拜 業員資還講說 這個一百萬的金流是怎樣 是分五十萬 五十萬 匯款的喔 那我就問許巧欣 如果是五十萬 五十萬 你先生分別匯給你婆婆的話 如果第一次會就已經出現了問題了 就已經知道說這是有問題的 你為什麼第二次還讓你的先生 匯款給你的婆婆 對不對 你就是要他可能是已經有 這個大故障是有問題的 你為什麼繼續匯款給他 所以我覺得許巧欣到現在都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而且用越多的這個謊 或者是挖越多的洞 然後找出越多的截圖 可是這些截圖 這些對話的截圖 只是讓自己越盛陷在這個深淵而已 好 非常謝謝蘇貝姐 我想問一下苦尼老師 因為狀況這樣子 這個一般啊 公眾人物在處理危機的時候 雖然沒有SOP 可是大概有一些比較合理的做法 可是這次巧欣每次出的牌 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比如說 人家懷疑你家裡有沒有抄帶 有沒有喬利息 現在有人說是借一四五零萬 有人說借一千兩百萬 不管什麼數字嘛 正常的處理方式 我不就是把我貸款的金額拿出來嗎 然後利息拿出來嗎 然後每月陰腳金額拿出來嗎 不就解決了嗎 沒有 徐曉星要拐一個大彎 跑去叫他伯伯 去跟富邦銀行的人講話 傳個line 搞到最後富邦銀行要發聲明 要發信給所有他們的用戶 這一個 第二個 講巧欣用名牌 你用名牌一般來說 我的處理方法就是 我收入我就直接拿我去年 繳多少稅給你看 我的收入買這些剛好而已嘛 巧欣不是也這樣辯解嗎 可是他非得要去找美人姐 硬去爭說這件不是LV 對不對 這是LVV或LLV 這都沒有回應到問題嗎 所以虎欣老師 你看這個會不會越來越糟糕 這個其實很簡單 這個我多年前就有經驗了 對 你也是出過大事的 這個叫做做賊心虛 做賊心虛 什麼出過大事 維基百科唯一認證的外遇作家 你講到我心都寒了 我背都在冒汗 你不要對自己這麼殘忍 沒有 重點 因為你這是個殘忍的節目 我知道啊 那就是說我當年我就想到 我有一次就是回到家 反正喝酒回到家很晚了 老婆前妻就 你身上有香水味 說你到底去哪裡了 搞了什麼事情 我就趕快躲到浴室去打電話 假設說打電話給吳蓁 打了 講了五分十七秒再出來 打了五分十七秒 然後我就開始發賴 你是今天晚上跟我去喝酒的吳蓁嗎 是 我們去喝酒有女生在場嗎 完全沒有 我們喝酒有刷拖嗎 沒有 我們從頭到尾有叫傳播妹來嗎 沒有 我們專心吃菜 所以我們到 我們回家為止都沒有看見任何一個異性 對嗎 是 以安全回家為主 這個拿給老婆看 趕快要離婚吧 溫馨 所以這就很明顯 這就變成一個全民的笑話 當你一個人被批評不要緊 當你一個人被嘲笑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個殘忍的節目 你們要從另外一面來看小欣 小欣他這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對一個早餐店的女孩 靠自己的奮鬥變成了勞力士女孩 對 這是一個成功的表率 你看 我坦白講 如果我啦 是 被提保 這就是 在民主社會 人民平民可以翻身階級的最好釋放 你看二零一半年五月二十九說我家沒錢 在假小的店面算十塊銅板 日子這樣苦過來 是 好感人喔 大家酥酥脯脯的把票投給他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號說我從沒裝窮 早餐店一天賺兩萬 常常跟媽媽交換金品包 哎呦 你剛剛還講說算一天收入兩萬 不是喔 是一天賺兩萬 扣掉成本人士 他一天收入是三萬以上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跟媽媽交換金品包 我現在帶這個算什麼 你這沒見過市面的 所以你看一個早餐店的女孩 經過自己的奮鬥 成為了一個勞力士女孩 同時她也是一個密歡女孩 我沒有什麼說密歡 因為我是國家公園解說 也要解說一下 你不只抓包你懂 連密歡你也懂 密歡這種動物看起來很小隻 但是牠非常的兇狠 好 等一下 苦玲老師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我們要進廣告 可是我們進完廣告回來後 讓苦玲老師繼續講解 以他這個國家公園保護解說員的身份 跟大家解讀一下 密歡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動物呢 我們進廣告 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剛剛前一段這個節目 我們苦玲大哥這個非常痛徹心悲的 這個分享了自己過去的人生月曆之後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第二個人生月曆 就是苦玲老師 你說你當過國家公園的解說員 你雖然國家公園沒有密歡 可是你很多都要學習 密歡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生物 對 因為這個密歡看起來小小的 只要是講動物小的話 牠是沒有什麼威脅性的 對 但是這個密歡 牠的個性特別的兇惡 碰到比牠大的照咬不悟 而且牠咬一口就跑 咬一口就跑 對 所以牠不怕 再對牠來講沒有敵人 牠連蛇牠都要咬看看 是 對 然後牠蛇會咬中牠之後 牠會昏倒 牠會昏迷 但是以為要死掉 過兩個小時牠又醒過來 連這個毒蛇都咬不死牠 然後到處亂咬人 你看是不是 這不就是小星嗎 這還有誰呢 他自己講自己是密歡 對對 好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勵志故事 你看牠這樣子 這麼以牠這樣的無 沒有家事 沒有財事 沒有什麼能力 沒有 沒有什麼這個可言 那現在造成網路上 年輕人仿效的對象 有三大 三大這個主題 一個跟著小星穿名牌 大家來跟著穿名牌 第二個跟著小星學理財 為什麼可以 這兩夫妻只有收入四百萬 然後他還可以存四百萬 還有一百萬給家裡 當衛生紙丟給家裡 然後還全身穿這麼多東西 跟著小星學理財 你第三個最好要給我押韻 跟著小星學上台 喔 名牌理財上台 對啊 你看靠著 就是兩夫妻這樣互相扶持 我扶你 你扶我 然後靠著跟長輩撒嬌 他其實抱過婦崎 他也親過馬英九 然後能夠成功 這是一個好典範 大家要好好的這個向他學習 可是問題狀況是這樣 當然小星是個非常非常勵志的對象 我本來就覺得你從一個早餐店的女孩 對不對 靠自己的努力力爭上游 變成施議員 變成立法委員 到經濟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穩定之後 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天經地義 至於有沒有申報 那都滴滴答答的小事 罰錢而已嘛 對不對 都滴滴答答小事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在面對自己危機的時候 公辭永遠都不準嘛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週末 徐小星上了廣播 上了廣播的時候 有人去質疑嗎 你不是早餐店女孩嗎 你不是出生平寒嗎 你的人設不是跟過去不一樣嗎 徐小星說 沒有 以前我們家早餐店一天賺兩萬塊錢 我媽也很愛買名牌 我小時候就跟他交換名牌 真的假的 有必要拖媽媽下水嗎 我們看相關報導 我也很不喜歡他們說 你不是早餐店女孩嗎 為什麼你可以買這些東西 誰告訴你們做早餐店的人 家裡就很窮了 我說的都是我們家是很辛苦 一步一腳印的工作 全年365天無休 我以前小的時候 熟悉初一初二也都在工作 所以我們一天 大家真的很想知道嗎 我們一天大概可以賺兩萬塊錢 我們家 你說早餐店一天的收入 對一天的收入 還沒有扣掉那個營業成本啦 大概兩萬塊啊 那你沉下去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其實並不是一筆很小的書 我們家境並不差 但這個在社會上也稱不上是有錢人 就是一個小康的家庭 就是很平凡的家庭嘛 對 小康家庭 所以我也不覺得他們在這個事情上說 早餐店女兒就應該要很窮 這個論述能夠是成立的 我媽媽自己 我沒有我媽媽自己我在學生時期 她也就買很多的一些金品 她喜歡她就去買 那沒有愛找別人 因為這些錢是我們自己一步一腳一轉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不偷不搶不辦法 那我賺了錢都合法的申報 那只要是合法的申報 那我要怎麼樣去用 我所賺進來的這個資產是我的事情 過去徐曉星在他自己臉書上 不管是2018年5月29號跟吳征吵架的時候 說什麼呢 他每天生活在狹小的店面裡 算著一個一個的十塊銅板 日子真的是苦過來了 這是那時候他說的 或者是2018年3月22號 即將國民黨市議員要初選的時候 他說什麼呢 將我養大的就是父母的辛勞 以及那些30塊50塊的早餐銅板錢 或者是在2017年11月6號 2017年11月8號 在剛宣布參選市議員的時候 在他的粉專連載早餐女孩的政治路 連載1連載2連載3的時候 內容都說什麼呢 他們家過去有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是負責署錢 充滿了煙味 充滿了污漬 跟其他同學比起來 並不是很體面的一個居家環境 明明姐 過去徐曉星確實是這樣 形塑自己的人設 可是現在為了從這件事情脫身 他開始說 沒有 我們不是10塊20塊 我們是2萬塊 沒有 我們家沒有油煙 我們家沒有油煙 他之前是講說什麼 我們家住在店面裡 多少都沾了油煙味 或污漬 跟其他同學比起來 都不是很體面 沒有 現在變成什麼呢 媽媽喜歡買精品 也會跟他交換包包包包來杯 這個落差 我坦白講 我覺得真的是很大耶 你覺得我看到誰嗎 我看到女版黃國昌耶 這有黃國昌的既視感耶 就黃國昌我們也會現在 以前也會拿什麼2018啊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啊 反手過必留下痕跡 然後打臉現在的黃國昌 我覺得他們兩個戰神 一個男戰神 一個女戰神 真的是女版的黃國昌的既視感 那先來講啦 為什麼許曉音現在會被人家打臉 就是你的人設整個崩壞嘛 對 來看這個2018年 或者是2017年的許巧新 他是怎麼樣形塑自己的 他說形塑 他就用早餐店 早餐店女孩 變成他重振的一個圖騰 或是他的Logo 他甚至有寫系列文 早餐店女孩的政治路 所以當時如果吳征 跟他這個對戰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 他就講吳征是美國人 沒有你剛才發一個什麼 這個巨蟹男 愛家男的這個連載政治路 跟他PK嘛 對不對 這個學一下 好啦 我們先來看2018年 當時就是講到說 他跟吳征這個對戰 吳征說國民黨資源很多 許曉星不服了 說我是早餐店女孩 我資源沒那麼多 好 剛剛正浩唸了一堆嘛 就說什麼每天生活 在小小的店裡面啊 算這個十幾塊的銅板啊 日子是苦過來的 是 好 那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其實你們沒有截到 還好我有帶來 這一句 這一句喔 這一句非常重要喔 就是我家沒錢 我很重要 所以我要唸三次 這一篇裡面 他重點是在 我家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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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呢 他做的這個競選小物啊 什麼的 他家當然沒有錢 一百萬對曉星來說是個衛生紙 兩萬塊算錢嗎 不算兩張衛生紙 兩萬塊 連牙籤都不算 當然沒錢 沒錢 不然當時他就自己講說 我家沒錢了 所以突然你就這個你選舉的時候 你家沒錢 然後現在選上了 突然我家可以變精品 我家也不窮 兩萬塊 就整個就變得很誇張啊 就整個是 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再來呢 他的這個政治 這個他參選議員的時候 2018年 這個是他這個初選的時候 又開始了 我是徐曉星 我現在要這個要來參選 這個台北市的市議員 然後這邊已經講了 又開始了 將我養大的就是父母的辛勞 以及30塊50塊買早餐的銅板 哇真的很勵志 看了眼淚要流下來了 然後再來 開始早餐店女孩連載的政治路 就開始了 2017年11月6號就開始了 他說這個公園啊 遊樂園啊 都不是我兒時的記憶 那證據我童年最多時間 就是我們家開的早餐店 他就一直在講早餐店 早餐店一直在行錯人家 就是說我就是早餐店 我是一個平凡 我家沒權沒事 他就是要行錯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下班之後呢 他都要幫忙數零錢 要去洗頭髮有沒有 那個美髮絲都會聞到他頭油油尾 都寫的這種 我覺得真的很感人 說實在的 如果我看到這個文章 我也會投給他 那如果當年的這個寫法是 我是徐巧鑫 我正在參選 台北松山信義的市議員 我家三代沒有從政 家裡經營每人每20年 每天日賺2萬塊 我媽媽最愛的是LV以及Cucci 我會常常跟他交換名牌包來背 欸這會選上嗎 你當選我的法部啦 你會當選我真的是 好 這都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說 是嗎 不會有人看到覺得很興奮投他嗎 可能有啊貴婦圈啦 因為他是在信義區耶 他住的地方是貴婦圈耶 可能他得的票是少數 但是不會有人這樣寫啦 所以你就知道選前選後 真的差很多啦 好 那重點來了 他家境不差 他可以寫啊 我家三代沒人從政 經營每人每20年 家境不差 日賺2萬塊 不是耶 家境不差是你在什麼 我家沒錢也是你寫的 到底家境不差 到底是哪個才是真的 搞的我都亂了 對啊好亂喔 好 那重點來了 他今天除了這個人設 整個大翻車之外呢 還有我覺得他就是又害到 他的原生家庭 因為他就講到說 他的這個家裡啊 不是那個早餐店嗎 就是一天可以2萬的營業額嗎 2萬的營業額 我跟你講 我自己抱我自己的料好了 就是當時呢 我們家家境不差 沒有啦 家境不差 我想說開過早餐店 開過早餐店 什麼時候是 也是前幾年 因為好 我老公是科技業 他當時有被資錢 所以我們當時也想到說 是要乾脆來開早餐店 後來發現一日賺2萬 要靠名嘴加麻將收入 我跟你講 我真的去做實際的調查 我們家在那個學區那邊 那邊有大學有小學都有 所以我們去看了那個店面 我真的去問過 因為有一對老夫妻他要退休了 所以他要把店面頂出來 我們真的去問 我們那邊已經學區囉 有小朋友有大學生什麼都有 一個月 真的你去問多少錢 最多最多7萬 平均5萬 我跟你講7萬到5萬已經算是好了 我高中同學正在開早餐店 他原本在銀行上班 他跟他女朋友兩個人開一家 很好吃的brunch 因為剛起步算下來兩個人加了一個月三四萬 對 所以早餐店兩個人分 真的 所以你為什麼早餐店 他沒辦法請別人 因為他就是利潤 就是沒有辦法很高 所以都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家人來幫忙 所以我真心不知道 他一個月兩萬 一個月是一天兩萬 一個月是60萬 這跟我真的在做實際調查 差很多 他有說還沒有扣掉這個成本嗎 就我們講營業額啊 營業額60萬啊 這個也是真的很誇張 好啦 那他因為這是2011年的事情 因為他們家2011年那個早餐店 就就就不知道什麼原因就歇業了 就不做了 我們特別找到2012年的早餐店 好 那就跟他差不多嘛 那2012年 你說那個早餐店有兩個疑點 第一個疑點 這是他們家的早餐店喔 對 那個是Google 這個四叉貓 他們家許曉青的早餐店 就是這個喔 四叉貓去Google Google地圖裡面 秀出來的那個 他早餐店真的 這個真實的樣貌 這個不是適宜 好 我們就兩個疑點 就是說以他 以我們當時早餐店 平均大概是50塊 50塊 很合理嘛 我們講到這個 我都覺得心酸了 各位觀眾朋友 當年35塊可以吃花枝蛋餅 可以吃鱈魚蛋餅 只要35塊 大冰紅 只要15塊 我50塊 可以大冰紅加鱈魚蛋餅 這個是我們那個年代 真的 你吃得好 那個時候的物價 是客單價一個人 算50塊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我們就來看嘛 你就算50塊 一個人平均50塊 你一天 按照他一天的營業額 2萬塊的話 你一天要賣400份 400份 為什麼怎麼算出來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早餐店 2萬組50就400 不需要算 但是時間 你真的很愛吐槽 松子家族有必要這樣嗎 因為我們的早餐店 通常都只開半天 大概就是從6點一直開 開到12點 早期沒有像現在一樣 什麼開到下午1點2點 其實早期10點11點 早餐店 差不多 因為他不會做中餐 現在是因為越來越難賺 越睡越晚 就會開始 就會做到下午 所以當時是一天營業 差不多5小時 那你平均再看 如果說按照他這個營業額 要做400份餐點的話 你每個小時要平均做 80到100份的餐點 然後是36到45秒就要做一份 要做好兼賣出去 找完錢結束 我真心覺得好像廚神 對啊 就這樣 這樣子 而且是一個人做 這個很像手遊 手遊有沒有 我到你玩到有個廚房遊戲 一定在家很無聊玩那個 在那邊點肉 這個你會覺得很 通常我們都是一個人 不可能這種家庭 通常是比如媽媽 煎蛋 爸爸包漢堡 煎早前 還要煎點餐 所以你平均天啊 45秒不到一分鐘 你一份餐就要出去 而且中間都不能休息 你這個手就要這樣 一直吵 一直吵一直吵 我覺得哇 所以你看周邊的這個店家 都聽到兩萬塊 都覺得你根本就是 真的就是虎 對 好那我最後要講了 好就算真的你家很厲害 就算你一天真的 讓你營業有做到兩萬塊 你這樣一個月是六十萬喔 按照四超貓 就四超貓說法 因為已經過追溯期了 七年追溯期 你這個是逃漏稅 逃漏稅喔 不知道有沒有逃漏稅 但是你要開發票 不 你這個 對啊 如果沒有開發票就逃漏稅 我們早餐店 誰在誰在開 誰誰在開發票 許小溪 沒有 早餐店本來就不一定要開發票 因為去年 對那個財政部有函視 他就是講說 因為你雖然超過二十萬以上 可是因為他的特殊性 像有些冰果店 有一些麵店 那其實國稅局認為 你沒有那種規模的時候 還是免開發票 這一題我勉強給過 好那總而言之 他就是限他原生家庭與不易 如果說你說你賺得到 真的到那麼多 你就有逃漏稅的嫌疑 但是事實上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那麼多 那大家你就覺得浮誇了 所以旁邊人都覺得你 對 所以他怎麼樣 我覺得都 他就是話講越多 破綻就越多了 我們來討論一下 到底哪個才是 許巧欣的原生家庭呢 到底是一天賺兩萬塊 媽媽喜歡買精品 會跟他交換杯名牌包的 許巧欣 是他的原生家庭 還是每天生活在狹小的店面裡 這個店面有油煙味 有污漬 而且呢 還有一點點的髒污 讓許巧欣呢 每次去洗頭 頭上都有油耗味 每天下課的時候呢 必須要一個一個 十塊頭版的八家人數 哪一個是許巧欣的原生家庭呢 我們進行嗎